今天余姐又带你磕糖了 昨天赵露丝新剧偷偷藏不住上映了 剧中穿着制服软软糯糯的露丝 真是太可爱了 余姐也好奇起了露丝的恋爱史 今天就盘点下她的绯闻男友吧 1.初恋 有人在网上爆出了 她跟前男友的多张合照 照片中的两人穿着情侣服相互依偎 时而开怀大笑 时而嘟嘴卖萌 一看就是热恋中的情侣 据知情人爆料 赵露丝的前男友是一名摄影师 两人在明道大学就开始恋爱了 而且还住在了一起 那时候的赵露丝尚未成年 为了爱情一切都活出去了 明星也是人 谈恋爱也无可厚非 但奈何很多明星为了保持单身的人设 往往隐瞒过往 塑造一个不安适适的完美形象 而赵露丝也不例外 曾在一档采访节目上 赵露丝自称是自杀式单身 也就是所谓的母胎solo 如今被爆出还未成年就恋爱同居了 这车翻得太尴尬了 2.杨阳 据悉 在拍摄期间 杨阳和赵露丝就已经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两人经常在片场互动甚密 私下也有很多约会的照片被曝光 曾被爆情侣戒指 情侣鞋和情侣衣 还被爆出过大年厨艺剑家长 两人拍摄且是天下之后 直播分为微妙 好似小情侣 开机当天 唯独作为男女主的两人双双缺席 杨阳更是对赵露丝非常照顾和宠溺 不仅送她名贵的礼物 还给她买了一套房子 赵露丝也对杨阳十分依赖和信任 把她当成自己的避风港 两人虽然没有公开恋情 但在圈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虽然赵露丝后援会后来出面辟谣 称赵露丝单身 不过并没有说是刚粉手的单身 还是一直单身 也没有专门否认两人恋情 3 吴磊 关于吴陆克桃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于姐其他视频都很细节的嗑到了 两人戏外的糖 实际上嘴实锤的 莫过于圈内狗仔的爆料 2月14号 于姐爆料九五后女顶流恋情 还是现在进行时 是在去年年底和暑假热CP在一起的 而且两人还是 除了底心引力之外的另外一对很火的CP 男方现在出国了 去年暑假最热CP有两个 一是底心引力 二是吴陆克桃 不是底心引力 那就只有吴陆克桃了 赵露丝也是95花顶流 不过去年改于记还否认这两个CP都是假的 但那时候是在CP刚出来时 而于记特别标明了 两个人是在年底在一起的 时间上并不冲突 有不少网友在评论区留言 都传言是吴磊和赵露丝 而且还有粉丝表示 吴磊现在正在芬兰 二月初快被拍到和演员赵金麦在拍戏 这和于记说的难方 现在国外是完全相同的 赵露丝和吴磊当时也有做CP营销 而且镜头内外都非常甜蜜 明星在拍戏时都会带入自己的感情 两个感情投入就很容易产生火花 而且两人都是单身 对恋情也有美好的向往 这倒也说明两个人对拍戏是投入了真感情 的确很敬业 4.刘玉宁 事情的起因是 于记曾爆料两人在同一天逛迪士尼乐园 虽说是分开玩耍的 但是双方的工作人员又焦急出现在两人的身边 就连离开的时候也是前后脚 仅仅相差10分钟 除此之外 赵露丝和刘玉宁还曾发布了同款视频 画风一致 由于两人合作过 在剧中饰演的还是情侣 不少网友以为视剧延续到了现实 不过对于两人恋爱的消息 当事人没有出面回应 粉丝则表示是巧合而已 纷纷不认为两人是在谈恋爱 鉴于以上的巧合 的确不能作为恋爱的实锤 6月1日 赵露丝刘玉宁恋爱风波升级 更多蛛丝马迹北巴 同款物品超多 赵露丝曾在拍摄后浪的时候 被路透拍到怀里抱了一个小玩偶 休息的时候一直拿着 似乎很喜欢 同样的玩偶也出现在了刘玉宁的手中 刘玉宁之前在综艺中戴了一款手表 而后在赵露丝的自拍中也戴了同款 除此之外 还有两人曾多次身穿同款 但是不同颜色的衣服出镜 带花朵的短袖 黑色同款短袖 长袖卫衣 可以看出两人神穿的同款明显是情侣款 若是撞了一次可以说是巧合 但是接连数次穿同款 这就不是巧合这么简单了 更重要的是两人曾带了同一款项链 从造型来看并不属于烂大街的款式 而且吊坠性别区分不明显 男女都可以佩戴 再加上同款不同色 显然是情侣物品 除此之外 还有网友表示 这两人在特定时间节点发动态 暗戳戳秀恩爱 赵露丝的名字用数字代替 就是46 刘玉宁的就是10 两人曾多次发文卡点在10点46分 集中赵露丝在2021年5月20日的时候 卡点发微博 晒出的全都是自拍照 刘玉宁也在同一时间 节点发文宣传 国子坚来了个女弟子 要知道这部剧的女主角就是赵露丝 而刘玉宁演唱了该片的主题曲 发文时间还是10点46分 如果说上面的都是巧合 那么在刘玉宁生日前夕 赵露丝上网订蛋糕就有说服力了 1月8日是刘玉宁的生日 她的应援色是黄色 不管是粉丝还是身边人 都会为其准备应援蛋糕 这在全中是不争的事实 就在刘玉宁生日前两天的时候 赵露丝上网找到了一家 专门做黄色蛋糕的店 发出消息之后发现忘记接小号了 但还是被店家给认出来了 只是赵露丝并未将对话进行下去了 字帝无银300两 若是给朋友或者是家人订蛋糕的话 即便是被认出来也无可厚非 但是赵露丝的表现明显是不想被认出来 说明她订蛋糕一事不想被人知道 总的来说 刘玉宁和赵露丝恋爱的实锤越巴越多 王佑也表示两人挺配的 祝福 男未婚女未嫁 还都是同一年龄段的艳缘 又都有实力 属于势均力敌 恋爱也无可厚非 乌 肖战 两人是在哦 我的皇帝陛下中详识的 当时并未传出过任何绯闻 主要是在20年时候 肖战R7路人员急速下降 之后赵露丝贵播表白肖战上了热搜 2020年10月 网上流传出一张赵露丝表白肖战的截图 当晚直接引爆热搜 赵露丝工作室紧急辟扬 声称截图是被人恶意辟图 然而就是这则立正清白的博文 再次把肖战推向风口浪尖 当时的肖战 并未完全摆脱227事件的影响 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都会被网友骂上许久 赵露丝截图事件登上热搜后 抵制肖战的网友开始挑拨离间 一边怂恿两家粉丝内户 一边加入到谩骂肖战的阵营 可当时的肖战还待在剧组 什么都不知道 就成为网友讨伐的对象 而赵露丝本人 在第二天发布了一条动态 回应了这起乌龙事件 他的好友张炯敏也发文力挺 称赵露丝为人单纯 但却引发了网友的不满 开始质疑赵露丝蹭肖战热度 总结下来 大多数都是靠着图片狭边乱造 依我看 最有猫腻的就是吴磊和洋洋了 期待官宣恋情的一天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